十字口的意思 下一个是动词 ドーフネ ドーフネ的意思是转 往某个方向转 下一个是名词 ドーワット ドーワット是一个用来表示方向的名词 ドーワット的意思是右边 跟我们刚才学过的动词 ドーフネ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 ドーフネ ドーワット 就是向右转 如果反过来 ドーフネ アゴッシ 那就变成向左转 下面一个是副词 Vola Vola的意思是 这是 那是 Vola可以用来介绍一个人 也可以用来介绍一件物品 比如 Vola Nikola 这是尼古拉 Vola Pierre 这是皮埃尔 也可以说 Vola in a chaise 这是一把椅子 下面一个是名词 当 当在法语里面有两个意思 有时候是时间 有时候是天气 我们在这一刻里面遇到的当 应该是时间的意思 当这个单词 还要注意的是 它的发音 比较特殊 当词尾的 被 S 这两个字母 都是不发音的 下面一个是附带词 E E在一句话里面 应该放在动词的前面 它用来代替 这句话的地点状语 E的意思 同样也是这里 那里 下面一个是连词 C C表示一种假设 一种条件关系 C的意思是 如果 如果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下一个是副词 Vit Vit的意思是 快 最后一个是副词词组 De rien De rien的意思是 没什么 不用谢 De rien 是用来回答对方的 Merci 如果对方感谢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De rien来回答 当然 也可以用上一课学过的 Je vous en prie 来回答 这两种表达方式 都是可以的 在这一课 我们需要掌握了 有底下的几个句型 和语发点 第一个句型 是用来问路的 Si vous plait Bouriez-vous m'indiqu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请问某个地点 应该怎么走 Mindiquer后面 应该加的是我们的目的地 例如 Bouriez-vous m'indiquer le cinéma 那就是 电影院怎么走 Bouriez-vous m'indiquer le théâtre 剧院怎么走 Bouriez-vous m'indiquer la banque 银行怎么走 我们这刻要掌握的 第二个句型 是询问 多长时间 Gong-jean de D'en faut dire le Bouriez-vous m'indiqu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个地方 要走多久呢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把动词 aller 换成其他的动词 不定式 例如 Gong-jean de D'en faut dire le Bouriez-vous m'indiquer 也就是说 要结束这件事情 完成这项工作 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 需要掌握的 第三个句型 是用来表示方向的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这句话的意思是 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应该向右转 那么我们刚才学过 Dournez à droite 向右转 Dournez à gauche 就是向左转 如果说 Vous allez tout droit 那就是您 一直向前走 除此之外 在这一课 我们还要掌握 方向和距离的 表达法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这句话的意思是 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您应该向右转 当然 à droite 我们可以换成 à gauche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 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向左转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gauche Vous allez tout droit 这句话的意思是 您往前一直走 C'est à gauche C'est à droite 这两句话的意思 分别是 在左边 或者是 在右边 如果说 C'est à gauche 或者 C'est à gauche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旁边 或者是 在对面 当我们要表示 距离的时候 可以用 C'est à gauche 或者C'est à gauche 这两句话 C'est à gauche 的意思是 这个地点 就在附近 很近的地方 而C'est à gauche 正好相反 C'est à gauche 说明这个地方 非常的远 这课 我要掌握的 第一个语法点 是指示形容词 指示形容词 用来确止 人 或者物体 名词前面 如果用了指示形容词 就不需要 在家灌词了 那么指示形容词的形式 阳性单数 有两种 一种是 S'一种是 S' 那么这个 S'和S'分别 用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的 阳性 单数的名词 前面加指示形容词 应该选择 S' 原音字母开头 或者 亚音R式开头的 阳性单数名词 才选择 C'est à gauche 这个S' 而在 音性形式里面 无论是 原音字母开头 还是辅音字母开头 一律使用 S' S'但是这个S'是C'er D'D'E的S' 到复数形式 连阴阳性 都不需要区分了 复数形式 无论是 音性还是阳性 是原音字母开头 还是辅音字母开头 一律使用C C'erS 这个C 那么 名词前面 加上指示形容词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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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之后 它的意思是 这个 那个 复数的时候是 这些 那些 下面我们进入 今天的互动练习环节 请两位同学上来 跟我们一起做练习 See you please 好 今天这位同学 他想去邮局寄信 但是他找不到 去邮局的路 应该怎么走 那么他在马路上 碰到了另外一位同学 他应该怎么问呢 Bardon 这位同学上来 我